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汉语文学创作 那么提到文学创作吧 实际上这几个关键词都挺大的 汉语 文学 创作都是很大的词 那么我们从什么来进入这个话题呢 首先我们要改变一个思维习惯 就是说当我们学一门知识的时候 比如说文学 马上就要问什么是文学 我自己也问了好多年 一直问到今天 我还是没有答案 我今天的答案就是说 文学的定义呢 是变化的 是变化的 你今天觉得文学是这个 明天觉得文学是那个 这是对的 你如果从大一开始你就定了 哦 文学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应 那就错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影子 我们讲一个影子 就是说引入我们的课程 那么文学是变化的 好像一条河流 而这个河流呢 不在河而在流 什么意思 大家看河流两个字 河是有形的 流是无形的 就好像风 风是什么 风是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存在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有这种东西 你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它存在 河你是看得见的 可以把它捞上来 但是你一捞上来 它就不是了 文学也是这样 是吧 你说我把一条河捞上来吗 河只能留在你心里面 只能留在大自然当中 你不能把它装回家去 你一装回家就不是河了 是什么 是河水了 所以文学是无形的 它是流 它是变化 同样 这个 比如说爱 love 法语叫la move 它也是 你说爱不存在吗 当然是存在的 可是谁能把它抓在手里 谁能看得见摸得着呢 它是无形的 无形的就好像风 它存在在那里 我们在上这个课的前提 就是想证明一点 就是这个影子就想说明一点 存在的东西 不见得我们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有些看得见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它存在 我们要改变这个以往的观点 什么东西啊 拿来我看看 我捞回家去 我记在笔记本上 12345 中心思想 段落大一 那才是文学吗 不 那不是文学 那是躯壳 那是形式 文学的灵魂 就被我们溜走了 就滑掉了 所以就好像风 我们只能看见空气的 我们只能看见空气 是吧 我们测量空气的温度 湿度 但是我们看不见风 风不是空气 是空气的流动 文学是一个变化 是一个变化的 不是一个确定的 这是我今天的结论 可能再过两年 我又不这么想了 我原来 我上学期还在说 文学是灵魂之间的对话 是后辈对 先辈的对话的一种仪式 后辈的灵魂 与先辈的灵魂 对话的一种仪式 我现在又不这样想 变化 变化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变化来说起 所以刚才 有这个同学 没有赶回来上课 给我发短信 王老师 今天讲什么呀 我说我哪知道啊 我只有上了台 我才知道要讲什么 因为我如果 事先背好了课的话 就没意思了嘛 就是复数了嘛 我往这一站 就把自己搁这了 就创作了嘛 就用创造的形式 就是说 是一个无形的 是一个变化的 那么这就要勇敢一点嘛 我讲不好 你们批评指振 我讲的对你们有启发 就必须采取这种方式 如果我之前都背好了 就变成复数了 你们寄回家 我告诉你们没用 就敢于创造 把自己搁在那儿 就创造 我们现在开始创造了 这个文学创作课呢 我们要用文学创作的方式来讲 那么以往呢 我往课堂上一站 我觉得这个课堂 是一条船 因为我花了十年的时间 在长江边旅行 我走过很多长江三峡的烟墨区 两岸青山相对处 这种感觉 孤帆一片日边来 我带着这种感觉 讲了前些年的课 但是现在三峡涨水了 涨到175米 我们待会儿讲这个话题 我下船了 下船以后 天清地静 安静下来了 安静下来了 我今天走进这个教室的感觉是什么呢 是一个茶馆 静下来 这个茶馆呢 里面呢 我要给大家泡的一杯明前茶 今年的新茶 来到清明节之前下来的茶 叫明前茶 我当年在这个南京啊 我小的时候 在南京有一个雨花台 我在那里 我们中学学农的时候采茶 那个茶 是特别嫩的小芽 嫩芽 只有那个嫩芽 它才有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文学创作 我们的课也好 我们打算进行文学创作也好 第一要敢于冒险 敢于冒险就是成功的一半 这是丹麦的一句谚语 那么另外呢 我们要选择那个清新的嫩芽 就选择那个 就是你刚刚在脑海当中 产生的清新的嫩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把这个影子啊 就是作为 我把这个明前茶作为影子了 来请大家进入 所以今天这个茶室 那么这个 我们讲到茶室 我刚才又讲到 这是一条船 我们看到两岸的青山 这是下面有江水 我突然转念之间说 又下了船 我们来到了一个茶馆 那么这个 是一种什么呀 是我个人的感受 是我的一种心灵的感受 而不是一个现实真实 那么 文学是什么呢 文学我们历来认为 是现实世界的反应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不是的 文学的真实 跟现实的真实 是两回事情 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是三维空间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物理学上 已经证明 现在这个宇宙 大概有十几维空间 物理学上证明有十几维 换句话说 我们好像玻璃缸里的鲸鱼一样 我们只知道这个缸里的水草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不知道 外面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所以文学就是突破三维世界 反正说 文学恰恰不是现实世界的反应 是从现实世界 发现新的天 新的地 新的生命 新的世界 就好像你站在这里 我站在这里 我突然发现 哎呀 这是一个航船 始向未知 在长江边 哎呀 这里是一座茶馆 我们泡一杯明前茶 这个世界是看不见的 这是一种感受 而这种感受是存在的 它可能在第四维 第五维空间里面 理解吗 文学就是要 打破常规的空间 进入一个新的空间 你们要没有这种勇气 只是在这个三维空间里 那么你们永远只能写出 巴尔扎克早已经写过的东西 早就是那个过时的 那种现实世界的反应 这个观念 这种创作 已经被前人做到极致了 我们没戏了 我们必须用新的眼光 新的感受 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好 我们 讲这个明前茶 这杯明前茶的新嫩牙的叶子 我一片一片的给大家介绍 你们尝尝这个滋味 也就是说我最新的感受 因为这种感受 瞬间就没有了 过几天我再讲也不新鲜了 这两天在开那个伦敦奥运会 那个不是 是冬季奥运会 对不起 加拿大 这个冬季奥运会啊 我特别爱看那个冰湖 呀我简直是粉丝 我是中国那个女冰湖队的粉丝 我觉得那几个人都是艺术家 我觉得体育当中 我不是一个爱看体育的人 我是一个做文学工作的人 我突然觉得冰湖是一个 一种艺术 一种创作 它整个那个推出去吧 全凭感觉 轻一点重一点 都是一种感觉 甚至是一种 用意念来操控它 这个湖左转弯右转弯 打到那个东西把它打开 它全凭的感觉 是一块圆润的石头 在冰面上滑 大家想想看 你再有感觉的人 你手这么轻轻一碰 它就在那个细微的毫厘之间 得冠军 还是出了圈 没戏 所以冰湖是一门艺术 它全凭这种感觉 那么我看了这个冰湖的时候 哎呀我一想 文学也是这样 要拿捏好这种对文字的把握 这个词落下去 到底怎么写 这是一种文学的艺术的手法 不是一种 讲好了你多少克的力量 多少公斤的力量才能打到多少 不是因为这个里面有偶然的因素在里面 冰湖啊太多的偶然 文学必须要让偶然因素参与进来 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越是文学院毕业的人 越离文学越远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以为文学是个有形的东西 可以把它捞到鱼网里面 背回家去晒一晒 做成鱼干 冬天的时候吃 错 文学是变换的 你只有在海边长期待在自然当中 呼吸新鲜空气 你才能得到文学的真理 这是我讲的 也就是说文学是没有界限的 我看冰湖的时候 哎呀 艺术家啊 我当时就很受启发 我说我写作的时候啊 也要珍惜这种偶然性 也要拿捏好这种感觉 拿捏好这种感觉 那么找到这种 手心合一 心手合一的这种感觉 我们说眼高手低 手高眼都不对 心道手道 心手合一 这就是文学 冰湖就是这样 你们谁认识那个王冰玉 带我要个签名来 他的名字也好 冰清玉洁 冰上的这个一块玉石 好 我刚才讲到的 也就是说我看这个冰湖 我受到的启发 就是说要拿捏好这个文字 让它滑 让它 按照它的愿望和我们的心愿 游走 在这个冰面上游走 你永远不知道这把推出去 它游向何方 跟那个作为 那个规定动作 像这个体操啊什么 我就不大爱看 要自由体操才好看 它那个规定好了 要怎么样 什么三圈半 什么托马斯船船 那个东西 定了就不好玩 不定的就好 那么下面一个就是 我就跟大家讲 也是我借今年这个冬奥会 还有一个人 我更崇拜 就是这个金言儿 你们看了吗 绝了 这是有史以来 我看到的最好的一个女子花样滑冰的运动员 你们学文学吗 学艺术吗 看金言儿的比赛你就懂了 也就是说 我注意到一个什么现象呢 这个金言儿 它打破了传统 与现代的界限 也就是说 它是特别传统的 传统到古希腊 传统到原始人 就跟杨丽萍一样 它又是特别现代的 理解吗 它突破了这个界限 就有些人 生活当中有一些人 就讲到文学的时候 就说 你是传统的 咱们是现代的 我告诉大家 所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传统 或一个人觉得自己是现代的 都不如金言儿 都不是真正的文学家 理解吗 也就是说 想从事文学创作 必须打破 传统与现代的界限 就是说 我既可以非常的传统 我又可以非常的现代 我既可以是 这个民族的 又可以超越这个民族 理解吗 就是说实在 我原来对韩国 有一点偏见 这个生活的细节 让我对韩国 学生也好 是这个生产的东西 有一点偏见 我一看了金言儿 这个偏见 烟消云散 一个能产生 金言儿的民族 他的缺点 都是可以原谅的 对吧 换句话讲 一个人 也就是一个民族 他可以容纳 他所有的缺点 可以 人们可以原谅 他所有的缺点 前提是什么 你造出一个金言儿来 风吹了不知多少年 吹出了一颗古风 水洗了不知多少年 洗出了一个女孩 人们不知要喝多少酒 才能一醉方休 人们不知要醉多少回 才能一无所求 这是我原来一个朋友 写的歌 我就想到这个金言 也就换句话说 人也是一样的 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你一旦一部作品写好了 写得像金言儿华兵那么好 写得像王斌玉推兵壶那种 畜生入化的感觉 你所有的缺点都被原谅 否则的话 人家就挑你的毛布 我跟大家讲 我个人的例子 我虽然文学做得不太好 但是我努力的工作 有一点成果 不时的献给我的朋友 给我的亲戚 那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就礼数很多 过年送红包 中秋节送月饼 这都是当 我家里面亲戚比较多 人家经常都到我们家 送月饼 送这个 我很喜欢这种礼节 但是我忙不过来 忙不过来怎么办 我就糊涂 我就说 我是一个写书的人 我不懂这些 我忙不过来 我高兴了 我请大家吃顿饭 不高兴了 我就不送了 你如果天天 陷入到这个礼节当中 比如说 你每年给你二舅送月饼 你每年送饼 突然有一年 你忘记了 或者忙不过来 你二舅说这个人真不像话 把他二舅都给忘了 为什么 因为 你被礼数 被礼节控制住了 可是呢 你说我是一个创作的人 我在从事一个艰苦的 有意义的事情 你的二叔二舅都原谅你了 哎呀他不来送月饼 他忙 他做出来一点事情 好 这个做大事情的人 这种小事情 他都不管了呀 理解吗 你的缺点 都变成优点了 否则的话 你一个人 如果没有文学上 艺术上的追求 或者更高的理想的追求 我告诉大家 你想在现实当中做得好 只能越做 漏洞越大 越做毛病越多 因为大家都挑你的毛病 大家都觉得 哎 你去看这个领导了 你送他了 东西你怎么不送我 你给他 请他吃饭 怎么不请我 就麻烦了 文学是什么 文学是坐着小船 逃离了世俗的家属 魏晋时期有一个词特别好 叫通托 这我上来就送你来 我们常常讲通灵保育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词 通托 就曹操提出来的 建安风骨 这是我们传统 就是打破那个 儒家的儒神法所 儒家的绳索 法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绳索 打破这些东西 我们跳脱出来 我们的心灵解放出来 大家知道 生活给我们很多限制 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限制 但是 人的心灵是自由的 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自由的 你说你不自由 是你自己把自己的心灵束缚住 而且心灵的自由 是不需要条件的 是可以觉悟的 你关在监狱里面 你都可以神有四海 心灵是自由的 所以文学就是自由 就是通托 解脱 就是解放 就是创造出美好的生命 你们去看金燕儿的华兵 所以日本的第二名 他为什么是第二名 他第二名跟第一名差了好远 给我感觉 他在溜兵的时候 他有我 他老想着 我是日本姑娘 我要得冠军 我 用一把什么日本的扇子 最后表演的时候 给我感觉 我看他溜兵的时候 我能看到他的思想 因为我不是三维空间的人 我就看到他心里的想法 他的每一个动作就表现 他就说 瞧啊 我们的日本文化多么优美 你看我从前是跳芭蕾舞的 我一定要超过金燕儿 他的动作在发出这样的声音 他对 ARD 二 一 一 二 二 二 一